在青藏高原 有一种风景 让洁白的雪山更加神圣 让黄鹤的大地更加鲜活 让清脆的草原更加富有生机 这便是高原湖泊 它们仅占青藏高原面积的2% 却为这片苍茫大地带来了不一样的灵动 是谁创造出高原上的一座座湖泊 它们又将存在多久 让我们一起走上高原 探究高原湖泊的传奇世界 首先我们要飞上高空 感受高山与冰川的力量 青藏高原 山脉延绵 高峰林立 水汽的进入备受阻碍 但随着水汽不断向上攀升 就能在高处 以降雪等形式纷纷落下 又经常年积聚 压石后形成冰川 成为庞大的固体水库 它们便是高原湖泊强大的水源后备军 当冰川溶水联合大气降水顺山石而下 在地表低洼处积聚 青藏高原上的万千湖泊就此诞生 在它们诞生的过程中 多数湖泊离水源地较近 混入其中的泥沙历史较少 再加上超高的海拔 极低的气温 较高的咸度 又使得湖中微生物生长受限 湖水因此被塑造了洁净 透亮 阳光照进清澈的湖中 湖面因水深不同 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 在高山与冰川的共同塑造下 荒芜的高原上多了一抹灵动之色 也使这里成为众多大湖的天堂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角的青海湖 以超过4600平方公里的面积 稳坐中国第一大湖的宝座 在它的周围 湖泊并不密集 而若放眼青藏高原的中南部 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这里 一条蓝色的大湖密集带 横穿近半个青藏高原 在藏语中 人们把湖称为错 这个多湖地带 也因此被称为一错再错 西藏十大湖泊 此处占据齐八 排名第一的色灵错 第二的纳木错 第三的扎日南木错 第四的当日雍错 第七的昂拉人错 第八的塔若错 第九的阁人错 第十的昂兹错 它们连同青藏高原 其他地区的200多个大中型湖泊 共同构成了青藏高原湖泊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 复杂多变的地质构造 使得这些大湖的湖盆姿态万千 相比之下 隐身于青藏高原茫茫群山之间的众多小湖 却有着更加规则的形状 有因各类冰川活动形成的冰川湖 它们或外形圆润 如颗颗明珠镶嵌于山间 或外观修长 形似宽和 也有因山崩泥石流阻塞山谷 而形成的艳色湖 它们常常因泥沙碎石的狂野 形成一些令人惊喜的形状 于是 无数大小湖泊尽显百态之姿 在青藏高原上铺沉开来 不过 青藏高原上这抹蓝色并非永恒 蓝色的湖水 还会因各种因素发生变化 展现出圣洁之外的绚丽 泥沙 碎石 当雨季来临 它们流入湖中 令湖水呈现出或浑黄 或绿松石般的色彩 当寒冬降雨 湖面则会染上冰霜 令湖色变成冰外一颗 不过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的 真正让湖水的蓝色消失的是 盐 青藏高原腹地的大多数湖泊 都是相对封闭的内流湖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盐类物质不断积累 因饱和而吸出 湖底最终变得洁白 同时较咸的环境 也让食盐微生物得以繁衍 它们有些拥有鲜艳的体色 会让湖水染上更加绚丽的色彩 于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 湖色就此改变 取而代之的则是 鲜血一般的红 蜂蜜一般的黄 翡翠一般的绿 等等 对于青藏高原上的众多炎湖来说 这将是它们生命结束前 最后的高光时刻 当炎湖因干旱而继续干河 先是剩下薄薄一层盐水 犹如波澜不惊的天空之境 接着便只留下干硬的盐壳 成为干炎湖 这已经是它们的临终之态 当干涸再进一步发生 这些高原湖泊的生命 便迎来了终结 由此看来 在青藏高原整体相对干旱的气候环境下 干涸似乎是这里多数湖泊的最终宿命 未来 这些湖泊真的会消失吗 全球变暖 使青藏高原的降水量不断增加 同时也加速了高原冰川的融化进程 在此影响下的众多湖泊 开始发生急剧变化 纳木措 20年间约增加50平方千米 扎刃南木措 15年间增加了54平方千米 色灵措 45年间面积增长近50% 甚至在此过程中超越纳木措 一跃成为西藏第一大湖 未来 若湖泊的增长趋势依旧 更多的周边小湖会被大湖吞并 许多冰气湖 也可能会因此而决堤 消失不见 不断上升的气温 加速了微生物的繁衍 许多湖泊 可能会因此失去原本的纯净 而因气候异常引发的干旱 还会使部分地区的湖泊 面临萎缩 直至消失 全球变暖 正深刻影响着青藏高原的万千湖泊 而这些湖泊的未来命运 我们也很难预知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它们曾经纯净到极致 多变到极致 绚烂到极致 敏感多变的它们 很难再是我们熟知的样子 而它们当下的美丽 也只能成为我们未来的美好回忆 Bij沈高高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